这种要等两个小时 我没有这种耐心 我不觉得不值得 我去吃我就是小狗 我的妈呀 我去这试着我忙 特别的软嫩 好嫩哦 而且它那个油脂啊 直接就分泌出来 毫无夸张 我跟你们讲 入口即化 我觉得它比蛋糕还要嫩 它的肉香简直现在充满了我的口香 太夸张了 它应该是我31年来 吃的最极品的一块肉 最极品 没有之一 又来了 还有爸爸和妈妈 今天是工作日 刚刚接完悠然放学 yes 探索玛丽 我的事已经预定好了 那我们就去报到吧 去吃我就是小狗 刚走进大厅是这个样子的 左边 哦这是师傅切肉的地方 这个地方还脱鞋呀 如果脚臭的话 就不要定这样的位置 别怪威姐没有提醒你们 还是有很多人在等位的 我们也在其中一圆 这个位置应该算是这家餐厅的最好的位置 好可爱 就是呢 好可爱哦 它这个点菜单特别的详细 左下角了吗 它就已经给你估算出来 你这次会花多少钱 烤肉酱汁 还有生鱼酱汁 现在的时间呢 是5点11分 也就是说呢 虽然你是预定了 但也不是立刻就位 它还是会让你等待大概10到15分钟的样子 突然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湾的服务员 特别是男服务员 都好帅呢 它们的穿着是我很喜欢的 很文艺 乖乖乖乖乖的男生那种风格 好喜欢哦 你看穿的好可爱 那个帽子也很可爱 那个围裙也很可爱 摸衬衣很帅 我的妈呀 偷偷看小哥哥 走掉了 我发现这也是台湾的一个 它叫做服务礼仪嘛 就是服务员的身高低于这个顾客的身高 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会让人有种哎呀 摔地地快起来的那种感觉 这种礼仪应该是日本传过来的吗 大家也可以在这种留言下方 跟微微说一下哦 突然记得呢 几年前 Yoba呢在香港中文大学游学 香港的服务态度也很差 超级凶 看左马里 它的这个气米还是挺好看的呢 炭火已经上来了 看到了没 这个呢是这边的鸡骨高汤 鲑鱼刺身已经到了 据说 它的鱼的质量还是很不错很不错的 哇很厚哎 超级厚的一片 哇哦 是你吃过的最好的吗 要卖的碗就不错了 和我们上次吃的那个寿司狼比吧 差不多 差不多 对可能寿司狼还好一点点 寿司狼好一点点 我们今天点的这个鲑鱼刺身是240块钱 上次在寿司狼吃鲑鱼的这种寿司大概厚度也是这样 一盘是60块钱 两片是一盘 1234567 37210 便宜30块钱 还加了很多米饭呢 可是这边有风景啊 亚洲最美嘛 而且是烧肉点 好吧 哇这个牛看起来 好好看呢 好 开始吧 已经按捺不住了 哦 这个还是挺讲究的 和牛放上去 这个和牛我刚才记得是899一盘吗 哇 香气出来了 哇 一点都不夸张 立刻有香气 很鲜甜的那个香气 好了 我的肉就烤好了 那我们 蘸一下它的这个烤肉酱汁 哇 好嫩哦 那就不客气咯 嘿嘿 嗯 嗯 我吃这是肉吗 特别的软嫩 好嫩哦 而且它那个油脂啊 直接就分泌出来 毫不夸张 我跟你们讲 入口即化 我觉得它比蛋糕还要嫩 哇 它的肉香 简直现在充满了我的口香 哇 太夸张了 它应该是我31年来吃的最极品的一块肉 最极品 没有之一 我这个肉吃的绝对值得 像这么高贵的肉啊 就是要一片一片烤 一下都下锅了 过不过来 那个肉就白瞎了 哎呦 它那个油脂啊一直往下滴啊 刚刚呢叫了一盘这个叫做烤肉土啊 这边还有杏鲍骨 哇 这个量好少 我们的这个牛肉糜啊 它都是组合的是吧 它叫做生天牛 我们在看视频看到现在 悠然为什么一直都在开手机 悠然是要吃米饭的 可是直到现在米饭还没上来 已经推了第三次了 可能他们去现煮了 这个肉片好薄哦 没办法那么久等 不好意思哦 白饭来了 我们的猪五花也来啦 饭来喽 泡汤汤哦 要先预热一下哦 谢谢 生天牛肉烤好了 这也太大了吧 我的妈呀 这一壶多少钱啊 哇 巨重 那就不客气咯 它这个生天牛肉啊 看起来很肥 但是吃到嘴巴里面 它是有韧劲的 口感有点QQ的 不是入口即化的那种口感 我个人觉得啊 如果有大蒜的话就更好 没有 这个泡菜的口味偏酸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有点蒜过头的感觉 油然已经把一整碗米饭吃完了 米饭泡鸡汤 油然最爱 怎么了 还要再吃一碗 看一下我这个餐盘上面全部都是它那个油 都是那个肉自然的油脂 说实话啊 这种肉啊吃多了就会腻 我现在这个感受就是有点腻 我和幼霸呢正在搭配这种泡菜和青菜吃 但是我现在最想吃的就是大蒜 单独搭配它这个牛肉的这个酱油吃 真的很腻很腻很腻 吃顶到 哎台湾有顶到这个词吗 就是整个人都吃到了 一个极致了 就吃完这堆烧肉 估计一年都不再想吃烧肉了 还打了个嘴 如果有下一次 再来吃烧肉的可能 我会自备 两个蒜头 烧肉这种东西突然觉得很适合下午茶 不能吃太多 就点一盘盒牛 一排蔬菜 不够了 吃完就走人了 现在我们已经吃了 我们刚开始还吃了一个生鱼片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吃了三盘肉 整个人的状态特别不好 吃肉时吃太多了 目光也会来之 悠然的第二碗饭来着 那这只碗其实饭还是蛮多的 看一下油吧现在的表情 就知道我们这次在探索麻里吃的开不开心 不停的打嗝 真的是被油到了 我们那个猪五花还剩了半盘拼盘 还剩了这么一大盘 几乎都没有再动过 我们差不多准备放弃了 这些打包回去 去全联买一点咖喱 还有那个韩国泡菜 准备料理一下 我们两个总结出来就是说 不适合他的走吧里 不适合日食烧肉 之前拍一些影片呢 可能 微微说话就是平常比较直一点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下面有很多人说 哎 不好吃也不能说不好吃 要和不合自己的口味 这种东西和牛有必要吃 但不至于吃那么多 吃那么两三块 足够足够了 吃完那两三块之后 我需要吃很多的蔬菜 去清我的肠胃 太有太有 如果说大家想来吃探索马里的话 推荐大家点一份和牛 一份蔬菜 一份海鲜 其他的啥都别点 连那个饮品都不用点 因为他这有鸡汤 看到了吗 这个鸡汤很好喝 他这呢 其实上位子的时候 已经 已经送了一杯热茶了 就足够了 这样搭配呢 是最省钱 而且最经济实惠的 我们这个就是最惨败的一次消费 一会出去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次吃了多少钱 现在觉得好有负担了 但是悠然这次吃的是挺开心的 吃了两碗米饭 配鸡汤 特别开心 你看 第二碗米饭 已经快被他吃完了 所以呢 大家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其实可以带过来的 他这个桌子很大 烤肉的这个区域 不特意去碰的话 是够不到的 安全系数还是很高 然后呢 就像悠然这样吃 鸡汤配米饭 真的很香很香 那大家看一下 外面的这个 景色啊 其实 这样看出去 一般 真的一般 真心一般 其实觉得这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街景 我现在的状态就是 再给我一个小丁丁肉块块 我都塞不进去 这个嘴巴里面啊 全都是那个肉的油脂在 我现在最想吃的就是 凤梨 这次吃下来 味觉的很不舒服 还是根据个人口味吧 如果说你本身就比较喜欢 日本的饮食 可能还是适合你的那个人 吃东西啊 就跟找爱人是一样的 吃这个 探索玛里 这么高级餐厅啊 又花时间 又花彩力 大家还真的需要 仔细思考清楚 你到底适不适合吃烧肉 不确定 就 别来着 这次吃烧肉的钱 可以吃 5次 寿司了 人生就是这样 很多人跟你说不适合 或者说一般 你非要来尝一下 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这和爱情有关系啊 你没有尝试过这样的男人和女人 你永远不知道他和你到底配不配套 除非你们两个真的试过了 才知道 哦 他是不是我的那个尺码 尺码 那个 根本没有在开车 大家 那个 心领神会一下 那么 我们修整一下 可能就要出去了 这顿饭呢 就大概要这么结束了 来 两碗饭选手 今天的饭吃的开不开心啊 开心 好吃吗 我今天还要吃个点 吃饭 我要吃吃饭 下次再见咯 没有没有没有 还没结束呢 我们还没结账呢 结完账之后 我们跟大家回报一下 这次花了多少钱 我们先修整一下 就是 胃有点顶住 它不舒服 多少钱 他没有那个服务费哦 哇 这个鱼还是真的蛮漂亮的 这个鱼看上去 比白天还要好看一点 他附赠了一个折价券 打开看一看是多少钱的折价券 100块钱折价券 100元 100元折价券 哎 不是 200 200 200 哎 不对 300 300 300过来 鸡汤配米饭 但是你看 我那个是不是说 外面很漂亮 外面很漂亮 走出来觉得很漂亮 但是从里面往外去看 确实不漂亮 所以呢 那如果大家想来这个店 就在四周走一走就好了 不需要进去 好 好啦 那今天呢 就是所有探索马里的所有的行程了 吃到整个人都油烘烘的出来 明天后天不想吃任何肉 吃沙拉 只想吃蔬菜和水果 那我们此次行程就这样了 如果喜欢的话还是可以过来了 如果没有这个 饮食习惯的话就不推荐咯 我应该是最良心的一个品鉴者 跟大家尽说大实话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 订阅哦 点击你们的小铃铛 你看 吃肉吃多了人会变笨 哎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在下方留言 说一下你来探索马里的经验 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 哦刚才出来还拿了人家两块糖 哈哈哈哈 我是幽妈 我是幽幽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对 还有电热门哦